韩天社引述美国媒体报道指出 日本与荷兰同意加入美国政府 对中国高阶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 近期可能就会公布细节 这几乎切断所有中国想要制造高阶晶片的管道 韩天社也表示 能韩尚未接受美国的邀请加入联盟 不过和日和这样拥有一流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家联手 对中国来说已经造成相当压力 中国大陆以就此一情况寻求WTO的仲裁解决机制 状告美国正从事伤害贸易规范的经济保护主义 行行为威胁全球供应链 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阻碍芯片等产品的正常国际贸易 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 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 对于中国的指控 美国则提出反驳 认为出口管制措施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不适合在WTO讨论 此外也有报导指出 大陆国内准备推出规模超过新台币4.5兆计划 以此扶植半导体产业 中央室最后报道